昨天下午,陈婉婷带领着穷中女卒,五比零大胜广西四大女卒,证明了她自己的执教能力,这支队伍交到她手上,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她就已经拿出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后面不管输赢,我们都是支持和祝福穷中女卒的。 那么有球迷朋友给我提问,说陈婉婷这么好的教练为什么不能出任女卒的主教练呢?听说是因为陈婉婷没有教练资格证,那大家应该知道陈婉婷是肯定有证的,她在香港执教职业男主,肯定也是要辞证上岗的,辞证上岗是亚洲联规定的,知道吗?亚洲联规定各个不同级别的主教练都必须持有相应级别的教练员的证书。 陈婉婷跟我们现在的主席副主席孙文,就是在亚洲联的高级教练员培训班上的认识的嘛,所以有没有证,这肯定不是个问题啊,对于陈婉婷来说。 但是呢,这个呢,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搞青少年足球的训练,我简称叫清训嘛,对吧? 那么这些清训教练有没有证,应该说,有的有,很多可能没有,没有证,啊,没有证,所以在那里别是倒江湖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两天,上海的一个前足球运动员,是职业运动员,非常厉害的一个队员,在聊天当中呢,他就说起了,他有一小孩在读小学了,那么他就送到足球培训班里面去进行培训,那么训练了两年了,训练了两年了以后呢,迎来了一次这个班级和班级之间的比赛,那他就看了。 孩子训练了两年了,他就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孩子,连什么叫脚弓传球,射门,这些就是最基本的东西,都不会。 他就严重质疑,这个带孩子的这个教练了,带孩子的这个教练啥也不懂,他就在那里做教练啊,上海的这些运动员啊,他就说了,这个教练的资格证,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有证,而且要持证上岗啊,那这个话呢,我是非常同意的,对吧,我们做教师要有教师资格证,做医生要有一丝资格证,对吧, 教人家开车,也要有驾驶员教练的资格证啊,没有这个证,你敢去开车,要被抓进去的是犯法的,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你开什么玩笑呢,对不对,那么你叫足球,那当然是必须要有资格证的了,必须得持证上岗,这是亚洲联和中国足协, 就这么规定的,足球教练资格证,分为职业级,A级,B级,C级,这样四个档次,那么中国呢,又很特殊,中国人口基础大,对吧,可能需要的这种基层的教练员,这个量也特别大,这个完全按照这个要求来,他不行,所以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级别,是D级,这五个级别啊,他必须从D级开始考,是不能够越级报考的,你不能说,哎,我是国家队出来的,我直接报A或者职业级,不行,从D级开始往上, 考,考到了A级之后,那么还可以分方向,分成什么呢,分成比方说守门员教练,什么体能教练,他可以分方向,是这么一个完整的教练员考试的体系,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你从事青少年足球的培训,至少也是要持证上岗,要有证啊,那天有好朋友,一定要叫我去看看,说,懂了又在骂你了,你去看一看, 我那时候实话比较忙,平时不去看的,那天呢,这个,也真的叫盛情难去嘛,去看了大概有十分钟,我也想去看看,懂了怎么骂我,他在吃饭,吃着大块大块的肉,不停的赞叹,这个肉好吃,哪里哪里有的买,然后呢,聊到了,离铁要下课了,那主教练要换人了,旁边有一个女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现在的老婆啊,这个不知道,因为没露脸,也没介绍,对吧, 那么这个女人就问了说,哎,你有没有真的,这懂路呢,就露出了尴尬,并且很讨厌的那个样子,没说话,他就朝他瞪了一眼,你提什么问题呢,就这意思,对吧,哪户不该提哪户啊,那这个呢,就是网络上面的传言,说他是个无证教练呢,我看,就属实了,所以懂路有许许多多的错误观点,还死不认赞,我是怼他的,对不对,我是批评他的,那么也有一些球迷朋友呢,在底下来留言,说陈老师你不要去骂他了,他,他,他至少还在高清, 你又没搞,对吧,他搞清训就是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的天,一个天天吵架,口吐脏脏话,侮辱女性,人生攻击的人,你不要说你是无证的,哪怕是有证的,我也不敢把我的孩子交给他去呆啊,现在想想看,就全国只有这么一个懂套路,一个啊,已经搅得中国的足球是昏天黑地,若干年后的那一天,一下子冒出来,三十个,五十个懂套路,那我们球迷朋友, 该怎么活呀